佐里奇将乘坐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两点的航班从首都机场起飞,回到他的家乡塞尔规亚。 在镜头前的佐里奇显得异常安静,他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行囊,这和两天前形成了鲜明的队。 11月19号,对于天津族族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。 在合肥奥提中心体育场,佐里奇和他的队友们一起击败了山东队,登上了足协杯冠军的领奖牌。 那一时的大佐显得异常激动。 对山东队来说,如果赢球的话,不过是多了一座足协杯冠军奖杯罢了,而我们则不同,所以他们的求胜心没有我们强。 我很高兴赢得了足协杯的冠军,我们创造了历史,天津这座城市依然留在亚洲足球的版图上。 我爱你们,我爱天津,我真的天津人。 赛后接受采访时,佐里奇表示,这是他在天津队踢的最后一场比赛,这令金人球迷多少有些始料未及。 不过对于赛季末与泰达合同到期的佐里奇来说,这个决定在很早前就已经做出了。 做出这个决定大概是在两个月以前吧,不过当时我并不愿意把这个决定告诉大家,我想和全队赢得冠军后,再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。 现在赛季结束了,我的合同也结束了,我可以骄傲地带着足协杯的冠军奖牌回到家乡了。 对于离开,我不想解释太多,这完全是出于我私人的原因。 从2005年加盟天津到2010年,二次牵手泰达,佐里奇一共在泰达效力了四年的时光。 如今与队友们已经成为好朋友的佐里奇,选择了离开。 但他对天津这座城市的感情却日益深厚。 我想和大家说,这四年我在天津过得很开心,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,天津给了我很特殊的感觉。 这种感觉在我以前踢球的地方是没有的,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中国的深圳,我爱天津的球迷,无论我以后走到哪里。 作为一名31岁的中后卫,佐里奇尽管年龄偏大,但他在各种比赛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是一名十分能功善手的实用性球员。 那么下一站,大作会去哪里呢? 现在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未知,一切也都是有可能的。 我觉得中国对于我来说永远是一个选择。 因为这个赛季闲暇时,我还走进了中文课堂,学习中文以及中国的文化。 我很适应这里的生活,所以当我头脑清晰开始考虑自己明年的计划时,中国联赛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 在泰达效力四年,佐里奇最难忘的就是那些在球场看台上为他呐喊助威的天津球迷。 这是他在场上战斗不息的动力一生。 临别之际,佐里奇也通过我们的镜头说出了他最想对球迷说的话。 这是我的最终的季节,而在这次的季节我会不会玩在天津球迷。 我认为我们有很特别的时刻一起的时刻。 and for me you are people that I can never forget the best fans in the world for me and who accepted me from the first moment I came and now it's time for me to leave my heart is really I barely cannot talk because my emotions are very high in this moment but like in the song of Madonna don't cry for me Argentina I can say don't cry for me Tianjin the truth is I never left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wherever I go I will always love you and I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 I hope that I will stay in your heart as long as you stay in my heart See see